一道三输给美国,中国女排队长朱婷扣了43次球,接了24个一船,都是全队最多的,也确实够累的。 赛后在场边休息的朱婷更是露出了左脚踝上厚厚的绷带,赛后发布会上朱婷自责自己进攻发挥欠佳。 我们想说的是,朱婷,你已经承担的太多了,无需自责。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中国女排有朱婷依赖症,但三场总决赛的比赛打下来,中国女排还真的有。 第一场对阵荷兰女排,朱婷选场出手64次赌取36分,所以中国女排赢了。 第二场巴西女排全场让朱婷接了34次一船,受到追发压迫的朱婷被拿在进攻端,只出手了29次才有13分进账,所以中国女排领导三输了。 这一场美国女排同样让朱婷接了24次的一船,朱婷次13次扣球18中全场只拿到18分, 显然只带了三名主攻出发南京总决赛的中国女排,没有人能够分担朱婷的一船压力。 这一场对阵美国女排,刘晓彤接了13个一船,替补打了一局半的李盈盈接了5个,接应公祥宇接了21个。 但无论谁包括朱婷在内,一船效果都不打让,所以我们怀念那个在看台上对着镜头笑的慧若琪,一船没人能分担朱婷的压力。 进攻端同样也没有,朱婷这两场成功率都在40%上下,则在土超欧冠中那个动辄成功率过50%,甚至过60%的朱婷,完全不能相提并论。 是朱婷退步了吗?显然不是,是对手变得更强了吗?是,但是土超欧冠的对手也不是擅长啊。 问题就在于当朱婷进攻受阻时,我们没有一个能够替朱婷下分的球员,尤其是在关键分上,在瓦基福银行,有斯洛特耶夫拉西奇,甚至高斯德和泽赫拉也能立下战功。 这样一来,对方不可能放掉其他进攻点,只是专门盯着朱婷。 说到泽赫拉,必须要提一下,同是去年世锦赛的最佳复工,如今的泽赫拉已经成为了土耳其女排的绝对主力,杨涵玉在国家队的经历只是扣了一次球而已。 泽赫拉在这次是排联的比赛,比人心越严厉都要好,尤其是在篮网端,移动篮网抓得很准基本不吃矿,这说明了什么? 联赛的水平质量问题啊,咱们排超联赛看似打的热闹,但离世界高水平联赛还差得很远, 国家队的球员回到地方队,训练水平和比赛质量都无法和国家队相比。 赛季结束后回到国家队,郎平又只能从头交起,这也无怪乎郎导在输球后坦言要回去训练, 之前一个月的集信时间着实太短了,朱婷自己也要调整心态,千万别太心急。 这两场比赛我们罕见的看到了朱婷逆传大量的半到位,扣球背篮,发球下网等镜头,作为中国女排的队长。 朱婷自己先不能急,你自己一急,其他队友肯定会被你的情绪感染,整个队在场上的关注度就会下降。 当然了,朱婷也才24岁,当队长和球队战术核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,朱婷还可以骂骂学习, 中国女排其他队友现在最紧要的事情就是练好一传,分担朱婷的一传压力。 无论是刘晓彤张成宁李英明断放,还是右翼的龚翔宇曾春蕾, 谁如果能够在场上有过硬的一传本领, 那么肯定会在中国女排《征战世锦赛》的主力阵容里有她的一席。 末了,还是提醒叫怀抱搭着绷带的朱婷, 都这点,保护好自己,今年的重头戏是世锦赛呢。 重点,如果你喜欢罗克的这篇文章,那么请收藏并分享给。